在接下來的半年裏,我們將會看到三星一如既往的帶來全新的Note10系列進行 據說這是Note10系列同S10系列一樣,會帶來多款產品 發布的時間也在8月份期間,下面我們就來簡單的了解一下這款產品 三星Note10系列同之前的S10系列一樣,也將分為四款型號產品 分別由Note10、Note10e、Note10 Pro和Note10 5G版四款 目前我們已獲得消息,有傳言稱三星即將推出的Note10系列 其中包括SM-N970、SM-N975兩個型號一半洩露 後轉為S10e,它的屏幕尺寸最小,並且將配備3400mAh的電池 屏幕尺寸更大的Note10 Pro的電池容量為4500mAh 這將是Note9以來由4000mAh再次提升續航的表現 之前的報導顯示較小的Galaxy Note10將有一塊6.28英寸的屏幕 而Galaxy Note10 Pro將配備6.75英寸的屏幕 Note10 5G版本在這方面的消息並不是太多,暫且沒有什麼參數 Note11則是5.8英寸的屏幕,但由於它的電池容量小 三星可能將會將入門級的FHD加分辨率面板採用在它的身上 有關Note10系列在機身的變化 之前有消息稱將會取消掉物理按鍵和3.5毫滅耳機孔 採用新的設計方案,而在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 三星將放棄取消Galaxy Note10的物理按鍵 同時這件事的最新變化也表明了該情況 來自業界仍是透露,三星確實測試了一個沒有物理按鍵的設計 但它並沒有通過該公司的嚴格測試 也就是說該設計最終不成立 雖然說Galaxy Note10將帶有物理按鍵 但它將缺少的是3.5毫滅耳機插孔 這次耳機孔肯定是會被移除的 儘管其他智能手機廠商早已以增大電池的名義 移除了3.5毫滅耳機孔 但三星公司是一家唯一保留3.5毫滅耳機孔時間最久的公司 最後無論該產品有多大的變化 預估三星Note10將於8月份就會正式上市 到時候我們一起親眼目睹吧